在这儿吗 记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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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律师 我只是想问一下 刚才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在夸我吗 我知道刚才那个过程 对你来说有多难 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客观地对待当事人 你很专业 我说回我之前说的话 你适合做这个节目 谢谢 廖 廖 廖律师再见啊 人家不拿难听的话怼你 你是不是还有点不适应呢 我突然想起来你妈妈在我们这个商业街开了一家店 看我东西不玩快开夜了 三 我并没有人家不好 你有一点叫做客观地 是在哪儿 你根本就是那种 你呀 会出现一种 好 你没什么 我在这儿 你没有想起来 你呢 我不是说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干吗要对我没有做过的事情解释啊 随便 小爷我就不爱伺候这帮人 什么圈子呀 什么风沙 小爷我现在都不知道在哪个圈子 被谁圈养了 来 八姐 是我 老板 这是我上次跟你说的 廖律师 你确定你要出去吗 我还真被炫耀了 是吗 你想好怎么应对了吗 哪句话该说 哪句话不该说 这些你都想好了吗 你的直言岁语 所有的行为 都会影响整个案件的发展 我是官司律师事务所的廖望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 你只管负责帅 剩下的交给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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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光回来了 你怎么不带钥匙呀 你们这带什么钥匙 咱咱屋里睡觉 你坐 蔡蔡呢 我帮你来 不用不用 你不用斩手 我来 今天在家吃饭啊 总也不回家吃饭 不是 今天这不行 今天台里边还有点事 我知道你工作忙 也不好打扰你 可是你呢 老吃个外卖在外面 你说这样对身体好吗 这大学没毕业就坚持搬出去住 你说这么多年了 身边也没个人照顾你 我都多大人了 还需要你们来照顾 多大呀 在姑姑眼里 你永远是个孩子 还记得你两三岁的时候吧 你那时候一到晚上就害怕 一直哭 不敢睡觉 我呀 就整宿整宿抱着你 在那个楼上 来回踱步哄着你睡 是 谁让我半夜出生的 天生夜猫子 也就那个时候把你腰给累病了 什么累不累的 自己的孩子 我乐意 逛逛啊 你这次突然回来 是不是张纹起诉了 没有闷闷 我就是顺道过来看看 奶奶在里头睡着呢 我看一下 可欧 上茶 但这次是咯 要睡着呢 打扮了 我看看 你这就还看不見 你还睡着呢 你还睡着呢 睡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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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着挺香 姑娘 姑姑 你知不知道我这个名字 当初是谁给起的 你妈张文啊 她说她最怕冷 给儿子取个名字叫阳光 每天抱着你啊 就暖和了 可她抱过你吗 你一生下来 每天出来喂奶 她躲你远远的 看都不想看你一眼 尤其是你一哭 她呀都躲到门外去了 她走了以后 那段时间爸爸是不是也很少回家 好像我记得她那个时候 天天是住在工厂里啊 我那可怜的哥哥呀 被自己的老婆甩了 脸上无光啊 就不敢回家 怕街坊邻居看见 戳她脊梁骨 在背后说她闲话 除了这个原因呢 会不会是 她也不想回来见到我 广光 你可不能这么想 你爸是真的没辙呀 他可在意你了 他怎么可能会不理你呢 对吗 这大老爷们啊 你爸 就得在外头忙事业 忙工作 哪有的天天在家 守着老婆孩子的脸啊 要不是你爸辛苦 你和你妹妹能顺顺当当地考上大学 你现在能这么出息啊 是 四大正文走了以后 你爸就把你交给了我和你姑姑 因为他知道我和你姑姑能把你带好 广广啊 你爸虽然走了 你可得念她的好 她这辈子多不努力啊 因为她怕有了后妈对你不好 她压根就没想过再婚 广广啊 你爸可是最在意你的 你想想 她要是给你找个厉害的后妈 那还不得委屈死你啊 对吗 是 那什么时间差不多了 我得赶紧回去了 这眼看就吃饭了 你这就走啊 奶奶 台里边一大堆人等着我呢 我就是顺道过来一趟 你保重身体啊 开车慢点啊 你说 咱这家怎么就留不住男人呢你说 光光和他爸是这样 叫你那个没出息的男人 不也是这样啊 好 我去做饭 知道了 跟李恒基都说过了 他安排完了就回来 好 您别准备太多了 就我们三个人吃不了这么多 好 行 那我一会儿就回去啊 拜拜 晓芹回来没有 快到了 他怎么说 这小子神秘兮兮兮的 说要回来再说 女王亲自下达一纸 不让阳光带位传达了 好好说话 有事您吩咐 不是说完了今天回家吃饭了吗 怎么早算几点回去啊 回回回一定回 不过今天有点事要处理 要不您跟咱妈说 我会晚点回去 行 我会跟我妈说的 你安排好了时间 就早点回来 早点回来 晓芹 您有多久没跟我说句话 喂 喂 李总 怎么样 根据您的指示 我昨天连夜赶到前沟村附近 打听到了 您猜得没错 以前城外的所有化工厂 玫瑰排屋 都是用打井的方法 往地下水层排屋 我就知道 就像那个烧烤店 往岸井里面倒垃圾 是一样的 也还不太一样 往地下水层排放呢 不能直接管 要先抽取一部分地下水 再管 那对马克来说多方便呢 他有一个污水处理厂 怪不得他说 他的这个污水池啊 也能达到这个水泳水的标准 你打听到那个 前沟村的打井队了吗 前沟村啊 我根本进不去 前沟村的村民 跟防贼一样防着外人 我到隔壁村打听 他们说所有的打井队呢 都到甘肃找活去了 一个都找不到 看来这个马克 还真是心思缜密啊 但是这样的布局 不可能没有破绽 咱们一面跟他谈判 一面找证去吧 马克他进城了 说要请您吃饭 正好会不会的 不过今天没办法 今天我得回去 接受赵母娘的招见 改天 那我推掉他 推掉他吧 不过 还是稍微客气一点 毕竟在一切还没有定论之前 马克依然是一个 一个受人尊信的明星企业家 行了 大家辛苦了 接着早点下班 回来吃饭吧 喂 喂 A总 这是昨天亲子课 我跟安安一起做的 安安说 一定要带过来给李叔叔吃 安安这么厉害 当然大部分都是我做的了 他小孩子嘛 就是在那儿到处跑来跑去的胡闹 弄的那个面啊 还有糖啊 满脸都是 是啊 行 如果是安安的心意 那我就收下了 谢谢 不客气 小孩子 有没有 的 难免 好 有一点 总